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038集 离开漩涡 眼看那六人呢 彼此散开 自己又被钱贵中牵着 王林目中充满了血丝 他知晓自己与钱贵中差距太大 一旦身子停顿下来 想要把六人斩杀根本就不可能 在那长枪临近的刹那 王林张口突出一雾 正是那十八地狱封仙印 死印一出啊 立刻横挡在身前 顿时就与那长枪碰到一起 通得一声呢 这封仙印顿时缩退 落在了王林身上 王林喷出鲜血 身子立刻后退 直奔不远处的一人 瞬间临近 右手横扫 直接化作一道清光 环绕手掌 向着那修士脖子落下 在修士啊 双目瞳孔收缩 抬起双手 更是体内爆出黑光 化作一把大盾 试图阻挡 但在王林的右手一挥下 那大盾呢 碰碰崩溃 其双手更是断裂 一股极强的原力弥漫 使得其头颅爆开 原神死亡 还有五人 王林右手掐绝 向前一挥 立刻就有一股语气弥漫 化作无数雨水 在这星空中横扫 片刻间那 就凝聚成五把金光小剑 直奔剩下的五个 华清宗核心弟子而去 就在这时 那钱贵宗终于临近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其前方 就有一道储物裂缝出现 从其内 飞出一把白色浮尘 钱贵宗抓住浮尘 向前一挥 骤然间就有一股 天地规则 瞬间出现 在王林的上空 化作一道道白光降临 如同一道道剑影 起诉太快 转眼就临近 王林猛地抬头 左眼火光闪烁 一副赤红色的铠甲 立刻在其身上 幻化而出 碰碰之声下 那些白光落在王林身上 使得王林身子矩阵 再次喷出鲜血 面色苍白 原神出现了萎靡 右腿更是被白光 穿透 血肉模糊 他咬牙不断地后退 若非是护甲在身呢 这一次神通的攻击 就足以让其身亡 而此刻 那幻语之术 化作的金光小剑 却是直接穿透了 那五个核心弟子的身体 阵阵惨叫中 血肉横飞 那五人呢 其中四人 顿时肉身崩溃 原神灭亡 但其中有一人 却是危机之时 拿出了一枚玉剪捏碎 护住了原神 直奔远处逃顿 王林岂能甘心 让此人逃走 右手虚空一抓 除裂缝那样 顿时就有一道 剑光冲出 却是那许立国叫嚣着 直奔那原神追去 不杀他 你便死了 这是许立国出现后 听到王林第一句神念 奇感情诗 疯狂的追击而去 更有荧光闪烁中 从储物空间飞出 却是那银银女子出现 他并未参与围攻前轨中 而是直奔四周 失去了主人的本命灵兽而去 这一切 都是在短短的数息之间发生 连杀除了前轨中之外的 所有修士 这对王林来说 也是极大的负荷 但他此刻 却还不能松懈 最大的危机啊 正是眼前这个碎孽修士 他之所以急于杀死其他修士 除了担心他们逃动外 更重要的是 若想杀这碎孽修士 绝不能有半点打扰 他必须全部精神集中 方可有那么一线可能 若是本尊在 杀此人 并比现在要容易一些 王林右手抬起一指封仙印 一挥之下 金光弥漫 却是一个个魂魄 从那十八地狱内冲出 其内最强之魂呢 就是须空子与天韵子两个分身 融合而成之魂 他们是王林的杀手锏 在出现的煞纳 顿时啊 这星域内阴寒之气弥漫 千贵中神色极其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短短的熟悉间啊 眼前这白发青年 竟然爆发出如此强的神通 更是在自己面前 斩杀了所有核心弟子 自己的神通落在这修士身上 竟然还不能将其杀死 更让他心神震惊的 则是接下来那修士 所施展的神通锁化死魂 其中有两个 展现出了让他为之惊恐的气息 这气息啊 代表着这两个死魂 生前拥有的修为 足以惊天动地 尽管此刻只是魂体存在 无法与生前相比较 但仍然让乾贵中心神震惊 随着王林一旨 虚空子与天韵子之魂怒吼而出 直奔乾贵中而去 但若仅仅如此 无法做到短时间内结束战斗 一旦拖延十九 被后方援助的修士临近 王林今日 那就必死无疑了 他双目血色弥漫 右手虚空一抓 在虚空子与天韵子之魂 冲出的瞬间呢 拿出了铁剑 这铁剑一出啊 星空震动 就连四周的行物都为之一颤 好似有一股磅礴之力弥漫 使得这些行物 齐齐向后推动 翻滚云涌 死空远 乾贵中猛的双眼一鸣 若说之前那死魂的出现 只是让他震惊 那么现在 看到了这铁剑的瞬间 他已然是无法置信的震撼 浓浓的贪欲 骤然涌现全身 他身子向前一脉 碎涅修为疯狂的爆发出来 碎涅修事远远超过了境遇 这一战 对于王林来说那是苦战 他必须要赢 且一定要快 握着修计铁剑 在那强跪中前行而来的同时 王林立刻向后退去 右手向前一指 周然间 那虚空子与天韵子之魂呼啸而出 这两个战魂 可以说是王林除了眉心 所剩半点的本源外 最强大的神通展现 配合他此刻的杀手锏铁剑 可谓拼尽全力 毕竟此时不比当年青林仙府 有巅峰的本尊肉身 不为一切神通打击 可以硬汗而攻 更有无尽的古神之力弥漫 往往一拳倒 就可以轰出惊天动地之危 更没有施展残液神通的契机 甚至就连当初的青光盾 也在青林仙府崩溃 没有了那八星古神 保命神通梦回远古 此刻只有这一具修道 分身存在的王林 想要杀碎涅修士 那极为艰难 尤其是现在 他右腿血肉模糊 被钱贵中的神通 锁化白光穿透 刚有来自碎涅修为的原力 蕴含了某种天地龟子 在其体内 死虐而走 若非是原神上 有古神皮甲防护 他原神定会立刻崩溃 所幸啊 王林此刻的肉身也绝非寻常 在朱雀圣宗受天地之火炼火 那虚空子与天韵子之魂呢 呼啸冲向钱贵中 面对这两个强悍之魂 即便是钱贵中 也是极为谨慎 他一生与人斗法 从未见过 有任何净孽修士 可以拥有这等 足以威胁碎涅的神通 尤其是其中啊 那天韵子之魂 更是激进疯狂 双手掐绝之下 便由神通幻化而出 这些神通啊 往往一片模糊 看不真切 但却调动了天地龟子 直奔 钱贵中 还有那虚空子之魂 更是因死前修为 达到了天人第一帅 出手间那 风雷轰轰 与钱贵中神通对抗 若是王林不着急时间呢 那么 以天韵子 与虚空子之魂 足以生生缠死钱贵中 这是 王林没有这个时间 更没有那么多先例 足够维持 这两个志强之魂 始终存在 撒斗成兵 对于先例的消耗最大 在虚空子 与天韵子之魂 与钱贵中厮杀的刹那 王林抬起右手 凝神望着铁剑 向下狠狠的一展而去 周然间 一道剑光惊天动地而出 化作一把虚幻大剑 向着钱贵中 头顶落下 没有结束 王林双目闭合 放弃了操控铁剑 而是任由铁剑 自行施展神通 那铁剑仿若 与王林右手粘连 带着王林一冲而出 又是一剑落下 在这星空中 一道道亮光 称弧形 骤然出现 每一道亮光 就代表一剑 每一剑挥舞 都会消耗王林体内 大量的原力 剑光缭绕 如花团锦簇 远远看去 这些弧形的剑光 连绵不断 仿若是在 钱贵中的身边 盛开了一朵剑枝花一般 转眼间那 便有十三道剑招落下 被铁剑带动身子的王林那 闭目中右手挥舞 竟然有了一种 令人心惊的气势 仿佛这天地一切 都随其一剑而动 无坚不摧 这一切都是瞬间完成 钱贵中被虚空子 与天韵子之魂缠住 双手掐绝之下 神通弥漫 更是施展了法宝 但此刻 却是面色苍白 他之前只是看出 那铁剑是刺空灭法宝 但即便是刺空灭法宝 也有强弱之分 让他想象不到的 是这铁剑威力之强 足以害人听闻 尤其是此刻 明明剑光在身体外弥漫 但他却无法去避开 低后中啊 他欲要脱离身边两大死魂的纠缠 但就在这一刹那 王林闭着的双目 默然睁开 面色苍白中 右手铁剑向后一收 双眼露出杀机 挥舞中连续斩下六剑 一共十九剑 抽掉了王林体内近六成的原力 在其身子向后退出的瞬间 十九把虚幻大剑 骤然间同时出现在了 潜贵中的身体外 以王林的修为 足以施展出更多的剑招 但使用了这铁剑后 全身原力尽失的后果 却不是王林所想 故而他强行打断了铁剑的施展 以他此刻的修为 十九剑前呢 可以操控 这过了十九剑 即便是他想打断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只能施展剑招 直至历劫 王林一声低贺 斩 那十九把虚幻大剑 瞬间落下 形成了一道道 连续不断的剑招 直奔虚空子而去 这一幕快到不可思议 在这次空溺十九剑下 潜贵中根本就无法抵抗 但听轰轰之声啊 在这星空内回荡 却是那一道道剑光 疯狂的穿透了 潜贵中的身体 其肉身一震 骤然间就化作了十九分 血水喷发 其力之后同时而起 肉身崩溃的潜贵中啊 毕竟是碎孽修士 在这危机的关头啊 其原神从天灵一冲而出 卷着那浮尘法宝 直奔远处而去 他此刻心神 充满了无法置信的恐惧 甚至他直觉上 已经可以肯定 这白发修士 定然知晓了破天宗 与单方之事 甚至失落形之死 也与此人 有着莫大的关联 此人到底是 哪个宗派的修士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法宝 莫非 莫非是八戒心语之人不成 想到这里 潜贵中更是心神俱正 原神疯狂的逃遁 他要把这一消息 告诉给同门知晓 他更是明白 身后第二波援助的同门啊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赶过来 只要自己再坚持片刻 王林面色苍白 在乾贵中原神逃动而出的刹那 他左眼火光一闪 骤然间呢 全身弥漫滔天之火 这火焰呢 呈火海呼啸 若是仔细去看呢 可以发现 这火海并非一层 而是九层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命》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